西貢橋咀州是地質公園 又是珊瑚保育區 據漁護署2014年的珊瑚普查 橋咀東北面水域都錄得七成以上的石珊瑚覆蓋率 加上船程近水流溫和是香港的潛水熱點 有十多年潛水經驗的海底攝影師John就指出 天朗氣清的日子 橋咀水域不難見到多種珊瑚群組和海洋生物徘徊其中 海洋生物在夜晚一刻也很喜歡在有沙區和珊瑚區組織 珊瑚不要以為牠們很堅固 其實是非常非常脆弱 有些非常罕有的品種 牠們的成長速度非常慢 可能一年才能升級1cm 但是一受到破壞 往往就要十多年才可以自我修復 John有時也只是觀賞不拍照 看到有些牠真的怕光 一開等牠就走 甚至乎氣潮 除了水廢潛水 橋咀還可以玩浮潛 地標景觀年島沙洲 水質也挺清澈 可避潛鏡 呼吸管玩浮潛 石逢之間不時都見到小魚、石螺和海森 不過就要小心潮漲的時候海水掩蓋沙洲 將橋咀洲和橋頭島分成兩個小島 作為地質公園 沙洲上面有源自百我幾的火山岩 是1.4千萬年前 香港火山不斷爆發的證明 發生的 Baby CMS 有很薄的情緒 有很薄的情enn 你在打開 Puerto Rico 改變下去 有很多情 cocon